最近研发了一款智能AI摄像头 准备用来检测网部的有无 我们今天来看一下效果 这里有一个小屏幕 这就是摄像头显示的界面 为了方便看出测验结果 我这里安装了一个指示灯 有网则指示灯亮 无网则指示灯灭 现在我把摄像头加装到这里 正对准下方的模具 这个背景是我们常见的107切片灌脚底模具 红色的网 指示灯点亮 拿出来 放进去黑色的网 指示灯依然能够点亮 手挡住指示灯面 这个是不起作用的 放进去黄色的网 指示灯再次点亮 拿出黄色的网 指示灯熄灭 我们现在把模具的背景变为红色 如果我们铺上沙子之后再放网 由于沙子的颜色有红的绿的黑的黄的什么颜色都有 那这就增加了识别的难度 我们来测试一下 放进去黄色的网 指示灯再次点亮 放进去黑色的网 指示灯再次点亮 放进去 红色的背景 放进去红色的网 好 指示灯再次正常 指示灯再次点亮 漆面 点亮 测试这个效果 还是可以的 黄色的网 依然 伸手 用手挡住 就会熄灭 测试成功 下一步将对硬件进行进一步优化